我叫Janny 我在土木工程托展署核下的土力工程署 做土力工程师的 其实土力工程师负责的工作都很广泛 土力工程师就是岩土工程师 我们负责的东西是所有与岩土有关的工程 斜坡工程、隧道工程、田海工程、挖掘工程 其实都是土力工程师的职责范围 在香港做一个土力工程师 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经常要面对 沙尼傾瀉的风险 而我们的职责最主要是希望 可以将市民 即是保护到市民 去面对这么大的沙尼傾瀉风险 这个也是我们的使命感 今天我们来到沙田坳道 就来看看这个紧急维修的斜坡工程 我们现在带大家看看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2008年6月发生了一场大雨之后 一个天然山坡的山泥傾瀉 大家可以见到 其实这个很大的山坡当时都是落下来的 那些泥水一直沖到山下的公屋都是有的 那我们在收到报告之后 就是即时赶出来这个地盘 就是看看它的情况有多严重 那我们看到其实泥已经是遮盖了整个路面了 那所以我们也是即时建议了一些风路的措施 怕着它继续恶化下去 那我们也都是建议了一些的喷漿工程 那将整个山头都是这样喷了它 现在我们就来到土力工程处的紧急控制中心了 那我们这两部电脑其实就是在展示一个山泥傾瀉的资讯系统来的 那我们见到这些黄色的点就是一些的山泥傾瀉的位置 那大家可以很清楚地见到全香港究竟是发生了几宗山泥傾瀉的 那现在这里就是我们一个山泥傾瀉的警务系统了 那就是一个土力工程处运作的系统 那其实我们在全香港狗是有整86个雨量计这样分布各地的 那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全香港狗收集一些即时的雨量的资料 那我们在这个电脑可以展示出来的 作为土力工程师我觉得他需要很有创新的精神 因为土力工程和其他工程不是很一样 它只是一个很发展成熟的阶段 所以我们土力工程师都很多时候要参与一些技术研发的工作 所以我们对这个创新意念方面都要求很高 去到山泥傾瀉的现场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很好的判断力了 去判断下那个情况是否安全 也都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去的地方可能都是山泥傾瀉的 那我们体力方面都要好 也都需要不怕辛苦了 肯捱了才可以做到好的 其实要成为土力工程师都不是太简单的 首先你就要在大学里面的时候选择土务工程系 到你毕业了也都要再去有一个三年的建杂的时期 那三年之后你再加一年的工作经验 你就有资格去考一个土力工程师的专业资格了 那如果你考试OK过了 那你才可以成为这个土力工程师的 我们就一定要定期都去参与一些持续进修课程 让自己可以保持着那个步伐和那个时代不要脱节 那如果想进来我们土力工程署做呢 那首先你就要知道一些香港的邪波安全方面的资料 那我们是经过有一个面试的过程的 那如果你想知道多一点这一方面的资料呢 你可以想我们的香港邪波安全网站上面就有很多关于香港的邪波 或者是我们土力工程署的情况可以给你参考到的 那这个是一个考试的提示了